苗栗一间古董艺品店遭小偷 窃贼打破了展示柜的强化玻璃 偷走了一堆价值1600万元的鸡血石 古董艺品店展示柜的强化玻璃已被打碎 里头空空如也 民工从纸箱拿出皮修 也被砸得支离破碎 这个断掉了 这个是 它有没有 你看这个 被偷的被砸坏的 损失至少上千万 其中最贵的就是这个鸡血石 网络公价一对就要1600万 我们这个就是根据市场行情叫 如果我们乱行的话 这个也不被人家吐槽 警方到工艺品店调阅监视器 发现歹徒至少三个人 员工表示7号5点多下班 凌晨接获保全通报 店里遭窃 住了就对1600万的鸡血石 还有部分皮修浴灼也被偷 店内的水晶洞 紫砂湖等则未被搬走 远景推测 歹徒应该是冲着高价鸡血石下手 戴图破坏铁卷门 进到店里偷窃 办案时间相当短 是苗栗近年来少见的重大切案 警方以调阅监视器 财政调查 全力弃贼 中文字明明要立采访报道